各位熱愛籃球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歡迎透過《未來電視網》 收看一百一十一學年度 富邦仁壽大專籃球聯賽 公開女一集六強副賽的賽事 今天二月二十二號星期三 持續在臺北體育館 為各位送上精采的六強副賽 首場比賽是由佛光大學 對戰臺北勢力大學 我們來看兩隊的先發五人 佛光大學 小Q 梁玉玲 搭配李壹化 蓮文玲 陳玉婷 還有中鋒 陳丁祺 臺北勢力大學的部分學姊葉玉玲 搭配侯子應 郭靖文 王謙筠 還有中鋒 廖偉琴 在雙方當然都是精銳進出 先發球員都是 有小巨蛋的經驗 那在北勢大正中 其實像廖偉琴 侯子應 在一百零八學年度 他們進巨蛋的時候 其實廖偉琴也才大一 侯子應也才大二 其實都是相對比較 替補球員的身份 機會擊敗佛光 是 所以北勢大相對來講 也可以有這個 預賽贏球的經驗保持住信心 第一點 廖偉琴在籃下 年長的出手沒進 郭靖文進攻籃板 打進分數 也是因為他們的得分點 其實比較多 包含廖偉琴 還有郭靖文 方曉晴跟瑞玉琳 在那場比賽都有 雙位數的格子 快速的推進前面二打一的機會 侯子應 上籃得分 兩隊現在節奏都推得非常 國光團隊外線命中率26.7% 聯賽排名第四 又是陳育婷 跳投票 or go home 的比賽 沒錯 張力非常大 發球進來找到郭靖文 打板得分 勉強沒進 葉玉琳 快攻的機會 廖偉琦跑得很快 上籃得分 107-108學年度 北世大都是季軍的 外線的出手得分 葉玉琳 出手 進球的能力 是 陳丁琦給到籃下 小Q 上籃得分 梁玉琳拿到籃板 給到前面 跑很快的 林文玲上籃 哇 北世大退房不及 這場17分的表現 對 其實他整個六強附賽 也進步非常的多 郭靖文超級的 自己快攻得分 放左手 但是因為他的速度 非常的快 而且起跳高度也很高 梁玉琳 小Q 回進一個三分球 自己 王謙瑩走中路 分出來 葉玉琳外線 再來一顆 梨花在副賽也有 單場大三圓的表現過 地板球找到陳丁琦 跑投得真 梁玉琳 快速的轉身 漂亮的動作上籃得分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又看到小Q正病 謙瑩 小球找到張丞妍 拋射 球彈了兩下 最後進了籃網 目前北世大學團隊發生五次的失誤 反觀佛光只有一次 梁玉琳勉強的出手 但是還是投進來佛光的攻勢 梁玉琳 給到右邊小Q 哇 張丞妍 賞了一個火鍋 對 小Q還比較有對位上的優勢 現在場邊出現了暫停 我們搖晴 搭配廖維琴 算是四小一大 廖維琴抓下進攻籃板 出手還沒有 再抓一個 這一次有了 這個補方 陳佩儀的出手 也投進了 而且抄到球 有完以抄到球 梁玟琳快速的推進挑籃 有 對 而且今天國光大學的 哇 有完以 非常的賣力 又抄到一球 再給梁玟琳上籃得分 對 第一節的時候是北 再給到陳玉婷 這一球 尹湘芸操到球了 尹湘芸自己上籃得分 少見的情形 是 尹湘芸跟梁玉琳 移化 好球 晃過對手之後上籃得分 對 不斷地找機會 梁玟琳45度角的外線 進 小Q on fire 靜雯快速的推進 跑得很快 上籃沒有 李甄銀再補就有了 對 還要有一個球 可能在儲利球上面 稍微是急了一點 雖然說他覺得他自己的身高 應該對位小Q梁玟琳是有優勢 但是學姐就是告訴他 沒有那麼好過 小Q再來一個切入進球 光目前7分領先 很大一部分有賴於梁玉琳的表現 李甄銀外線的出手 進 這個給球 有點危險 影湘芸把球救回來 方曉綺 往裡面打 上籃 有了 方曉綺 上半場現在最後10秒鐘 佛光掌握最後一波的進攻機會 陳玉婷 還在運球 殺進去 上籃 掉到分數 太有耐心了 這球真的打得太有耐心了 而且 打5人 陳丁琦 殺進去 廖偉琴 傷給他一個火 陳丁琦 把這球抄回來 對 這球抄得很好 那郭靜雯在傳球上面 就比較大意了一點 李化了外線投進的3分球 成丁琦的抄截 讓球隊 到位置呢都非常的快 而且站的位置都很好 小Q找到陳丁琦 打板得分 45比37 佛光8分領先 第三截進行了2分鐘 第三截 葉玉琳外線拔起來出手 進 北市大現在非常 李正宜 給到中間的時候 陳玉婷抄走這一球 梁文玲 趕快調給前面的梁玉琳上籃得分 又是北市大連續失誤的 猴子應 給到王千允 猴子應往裡面走 拋射得分 來到陳丁琦 傳出來林文玲外線 拿球出手去 郭靖雯的出手又沒有 小Q給到前面陳丁琦 上籃 沒進 黎化進攻籃板要到分數 佛光的板凳席 黎化中間 自己殺進去很快 上籃得分 對已經北市大的防守 張承妍走中路 地板球招郭靖雯 不錯的配合 有一定要長 的推進 張承妍的出手上籃得分 走 黎化 中距人跳投得分 情況有所不同 劉文玲傳出來又是黎化外線的出手 連進兩球 對這已經是連續的外線出手 所以 外線非常好的一支球隊 可是卻在防守上面讓他有這麼多的空檔 黎化今天攻下了16分 投子盈毀進一個三分球 這個三分 廖偉琴 球被撥掉 連文玲的抄截 從後面直接把球拿走 楊玲玲給到陳丁琦 又是一個非常大的空檔 出手得分 哇 北市大的防守端到底說 連板凳的球員看起來都蠻緊繃的 對 感覺壓力是很大 對 黃玉婷中距離出手 連他也來加入進球的行列 3比49 佛光目前14分領先 吳念慈大號的三分場 是打板進了 把握住 因為北市大呢 是三分命中率 是12支球隊裡面排名第二 他們在對台客的那場比賽呢 也是 團隊投進了13顆的三分 還是非常的有耐心 對 整個是有穩住正腳的 而且這個時候再來一個外線 好的效果 對 佛光這場比賽真的 看球員表情也比較享受比賽的感覺 對 整個是蠻放鬆的 陳丁琦 打板得分 連文玲外線的出手 沒進 第一話進攻籃板 上籃得分 他像這樣子的球 在對抗之後的出手 其實佛光大學今天的 整個團隊的凝聚力 還有專注力 到來高點 沒錯 尹湘芸切入上籃得分 在暫停回來之後 這個 代球往裡面殺地板球 給到郭靖雯 在Extra Pass 找到後面的廖偉琴 有了 廖偉琴抓下籃板 北市大打快 尹湘芸給到了郭靖雯 這球滾進去了 這次終於 對 這場比賽他們展現了 很好的一個韌性 馬上又是一個失誤 投光的抄截 連文玲上籃 得分 這是北市大暫停回來 最不想看的 連文玲今天16分5 籃板5超級 籃框底下廖偉琴 拿到了分數 失誤 猴子儀拿到球 葉玉玲外線 沒進 廖偉琴進攻籃板 普進2分 6秒 又是一個抄截 方曉晴外線 拔起來出手 這兩波連續5分進場 沒話說 穩定性 還有該跳出來的學姊們 也都跳出來 對 各個層面的執行率 都很成功 對 最後的5秒鐘 連文玲把球護住 把時間耗掉 佛光大學 搶進了小巨蛋 他們拿下了 最後一張的4場門票 中場 以74比67 在逆境當中 擊敗了台北勢力大學 對 真的是太令人感動了 這場比賽 真的非常的 替佛光大學 也感到很開心 不容易 作詞 我們後來有些小巨蛋 進去 台北勢來